台湾表演艺术团体小剧场9号正式进驻东京 这也让小剧场成为首位 登上日本本多剧场表演的现代艺术团队 他们将国际间家贫如潮的剧作《潮来之音》 搬上了剧场舞台 有许多日本表演艺术人士参与 获得满堂彩 每位演员神情专注 随着音乐舞动肢体沉浸在表演之中 随着演员移动走位 在舞台上铺满了细沙 发出微小摩擦声响 舞台总监要透过这飘渺微弱的白噪音 凸显人与人之间的孤独与距离 知名表演艺术团体小剧场到日本演出 用舞台剧展现台湾语言文化 还有当代社会现况 与日本观众交流互动 其实从以前就一直知道 是日本的小剧场圣地夏北泽 然后可以来这边做演出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经验 所以也很期待是在地的观众 如何感受这个作品 文化部驻日台湾文化中心 与东京夏北泽知名的本多剧场合作 邀请小剧场赴日演出 这次团队带来 国际巡回累积四十五场次 广受好评的戏剧作品 朝来之音 而这也是首度台湾籍的 现代表演艺术团队 到日本本多剧场演出 为台日剧场合作 画下全新里程碑 包括人权的议题 族群的议题 或者性别的议题 发展台湾自己独立的观点 日本社会介绍我们台湾的文化 这次演出的剧作 朝来之音 从灾难出发 剧中探讨同性婚姻 代理孕母等当代议题 窥视人性间的情爱 孤独与存在 另外日本本多剧场的负责人也表示 今年十一月也将安排 日本剧团到台湾演出 台日剧团互动又往前 进了一步 见证双方友好关系 记者宣誓方三木城 黄伟才 东京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